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帽子哥不顾当地人的大声阻拦 就开船带人进入了沼泽 捉死之旅正式开始 帽子哥一边开船 一边和大家介绍沿途的闹鬼景点 然而大家的反应都是兴趣频频 接着船上有对胖夫妻 就看见同龄中似乎有什么一闪而过 帽子哥用产生幻觉的说法敷衍了胖夫妻 突然由于帽子哥的操作失误 小船触礁了 乌漏偏粉连夜雨 老天爷也不给面子的开始下起了雨 眼看着船就要沉底 胖大叔作为领头人 第一个就要爬上岸 然而就在胖大叔刚跨出第一步 就不慎踩进水里 被鳄鱼给咬住了 大家看到这一幕 害怕的刚想往回跑 没想到冒出个女警察 掏出枪威胁大家 赶快救胖大叔 于是大家一起把胖大叔拉了上来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上了岸 刚上岸大家就起了争执 然后女警察就说出了沼泽邻里 杀人魔的故事 原来多年前的沼泽邻里住着一对父子 小时候的杀人魔因为长相丑陋 所以总被同龄人欺负 在一次万圣节的时候 熊孩子爆火烧了杀人魔的家 而杀人魔的父亲在救杀人魔的时候 误杀了杀人魔 然后杀人魔就不见了 接着十多年过去了 杀人魔父亲也死了 杀人魔也就在这一带神奇的出现了 女警察来就是为了寻找在这附近失踪的爸爸和哥哥 结果一帮人并不相信女警察的话 随着夜越来越深 大家就开始沿路找地方过夜 这时周围忽然传来一种不祥的声音 然后杀人魔就从前方的房子里举着斧子现身了 走在前头的胖夫妻先后领了盒饭 女警察对着杀人魔开了几枪 趁着杀人魔倒地的功夫赶紧跑路了 经过刚刚大家慌乱的逃窜 炮灰男一个人跑散了 然后直接一头扑进了杀人魔的怀里 被杀人魔分分钟就给弄死了 另一边大家还不知道炮灰男的悲剧 正努力寻找出路 走着走着 大家就接连发现了炮灰男的遗物和尸体 这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金毛女找到了半路丢失的手机 幸运的是手机含有信号 不幸的是手机快没电了 这边女警察和男主跑到了小屋 然后女警察就看见了自己爸爸和哥哥的尸体 画面来到金毛女几个人这边 正当金毛女使劲拨打电话 想在手机关机前寻求到外援 这时旁边的丛林突然发出响动 黑哥大着胆子上前拨开树枝一看 只是个调皮的小动物 就当几个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杀人魔毫无征兆的又杀了出来 这次是帽子哥和耳环女领了盒饭 听到动静的女警察和男主也跑了出来 女警察还想开枪打死杀人魔报仇 其他三个人就拉着女警察赶紧跑 就在四个人惊魂未定停下来商量对策的时候 杀人魔再次半路杀了出来 然后四个人再次夺命狂奔 男主就出了个主意 觉得光这么跑也不是个事 迟早会被杀人魔给杀光 于是就决定反戈一击 想办法烧死杀人魔 接下来四个人就开始领了各自的任务分头行动 黑哥和女警察就当诱饵引出杀人魔 男主正在小屋那找燃料 就被金毛女的头和身体接连砸中 最后杀人魔就冲进了小屋 女警察负责钳制杀人魔 男主则负责往杀人魔身上倒燃料 紧接着三个人跑开 男主把打火机扔向了杀人魔 杀人魔瞬间变成了一个火人 本以为杀人魔从此归西 没想到天降大雨把火给浇灭了 于是趁着杀人魔倒地满血之前 三个人赶紧就跑 三人跑到墓地 杀人魔又追了上来 最终黑哥还是没逃过杀人魔的追杀领了盒饭 不过黑哥的牺牲也为男主和女警察争取了时间跑路 两个人跑到河边 杀人魔又追了上来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刻 两个人抖了个机灵 把杀人魔给戳穿 定住了 影片最后 两人划船离开 刚划到一半 女警察突然掉进了水里 正当女警察看见一只伸到水下的手 以为自己得救了 然后义无反顾地抓住手上船的时候 杀人魔再次出现了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